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就是这么简单 soeasy 喂,来,喝杯了,耶 酒逢知己千杯小 在派对和朋友开心对饮 的确是一件乐事 走了 拜拜 但是走后驾驶 你不单止会破坏自己的前途 你还有可能会对无辜的人 以及他的家人造成无可挽救的伤害 尊重生命 为己为人 切勿走后驾驶 以上是1clickradio带给大家的讯息 天地有正气 每个星期四 肥龙、Truman 跟你讲新气 数旧片 看戏之前 就一定要听到 天地有正气 HELLO 天地有正气 又来了 我们三个又坐定定在这儿预备讲戏了 肥龙呢 首先在节目开头的时候 就要名借我们其中一位的听众 或者是每次都听我们的粉丝 多谢阿杰克 他因为感谢我们 每个星期都讨论一些不同的电影 又介绍新气 他就特意送了几张戏票给我们 哇 非常感谢阿杰克 非常感谢 有机会有他的相片可以 我迟些给你们看 非常感谢 让我们可以 又进入戏院 看多些好戏 看完之后 就多说一些好戏给大家听 希望真的推介到一些好的给他看 还有不好的那些 我们看了都可以 告诉大家 让大家不要中招 让听众省钱 让他们不要中招 要看的 第二天才有机会在买碟或其他媒介 但电影口味的东西真的各有不同 但有些又真是烂得很紧要 我想十个进去 十个都会说它是烂片的 OK 但有时候我看烂片都很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不用用脑 有时候有些烂片是真是很 看你烂到哪个缺 如果你看动作片 剧情很烂 但动作很上心悦目的 都OK的 哈哈哈 但是你看笑片 剧情很烂 但有几个gag的好笑 可能你也感到值回票格 总之就尽我们所能 把我们看到的 给大家知道 好了 今个星期我们先讲讲 有两套新片 将会今个星期五 在我们北眉上画的 两套都是不同感觉的电影 一套是驚慮的動作片 叫做3 days to kill 你覺得是驚慮嗎 他因為看那個trailer 他就定名是thriller 就是一些驚慮動作片 其實這些算是動作片多 算的啦 雖然男主角是Calvin Costner 都是一百年多的Calvin Costner 大型喔 他真的回勇 他自從做完超人之父之後 總之看完那個trailer 覺得也有點吸引力 你不要開玩笑 我開始留意他 是新一套超人做他的養父 之後你說Jack Riott 我就覺得通氣一般 但Calvin Costner的狀態真是回勇 這次是單正的 還要是動作片 做一個殺手 有幾型 算是這樣的 型腦不是型仔 不過我想他定格為經歷電影 因為這部影片不斷殺人 我們看過trailer 已經在trailer裡殺了很多人 會不會有最精彩的 在trailer裡 很難說 但看過trailer的確是有D級引力的 不想用腦的也是一個選擇 絕對是 考慮一下 另一套其實也不需要怎麼用腦 這一套就是古裝版的2012 我覺得是 看你的口味 這個年代背景的電影 一向不是十分是我杯茶的 這套電影叫做Pompey 天火焚成 其實也是說 在Gladiator的時代 有一座古城 然後對面那座火山就爆發 於是 其實很多畫面 跟2012 我覺得有幾分相似 但2012你看到很多 你現代熟識的建築物 當然 你覺得很過癮 這套的親切感 可能欠奉 你會看到很多事不關己的東西 在這裏 說的是很遙遠的古代 但他做了3D版本 可能有他的震撼力 他的電腦動畫 在trailer裡看起來都覺得不錯 一定有觀眾喜歡看的 可以考慮一下 喜歡不用腦就看他的動作片 喜歡看特技場面 震撼的感覺 也做得不錯 看Pompey 好 兩套新電影講完了 今個禮拜 我們各自修行 Truman也沒有什麼進戲院看電影 很慘 忙又不是十分忙 但很多約會 即是很多私人事要處理 公事私事 無論如何 不要緊 你覺得有什麼 今個禮拜你看過 因為你在家總會看電影 對 一定會看 值得說的 又不是很多 不要緊 想提一下 早期屎角也提過 黃珍珍那套新電影 《被偷走的那五年》 哦 那套 看過沒有 我沒看 你沒看嗎 沒 沒有我想像中的門 屎角會回應 我沒看 哈哈 但是 黃珍珍仍然用回她拿手上 吃著觀眾 買那些 自己拍攝 會自己拍手 手 手機拍 都有一些 那類元素 在裡面 我覺得 其實這個故事 是 有點離題 我覺得 去到後期 他該頭說 一對新婚的夫婦 動物穴 然後突然發生車禍 女主角醒來的時候 原來已經不是因為那個車禍 是已經是五年後的另一個車禍 其實他很迷 是嗎 不知道究竟他是說現在還是五年前 他是刻意 失誤觀眾 以為是那次車禍之後 他醒了 原來不是 那次車禍之後的五年後 他再經歷另一次車禍 醒了 但是那次醒了之後 他就失去了 對上五年的記憶 就是說 就是說 本來之前動物穴很開心 兩夫婦 但是原來他醒了之後 他就發覺原來 他已經跟他丈夫離離婚了 即是中間其實發生了很多事 中間發生了很多事 但他又忘記了 那你又看一個片名叫 被偷走的那五年 那你是不是會 expect 有一點點懸疑 就算沒有一點點懸疑 你都會交代那五年裡面的事 其實不是的 沒有交代的 純粹就是說 他升了職 於是難訂 於是多了爭執 接著就離婚了 接著就說他兩夫婦如何重修舊好 然後還要重修舊好之後 發現原來那個女主角 患了腦退化症 然後腦退化症之後 女主角又決定要去道手術 接著手術失敗 接著就 癱癒了 接著就要求丈夫 讓他死 這樣 那跟被偷走的那五年 是完全沒有關係 我想問這套是不是大陸片 黃珍珍台灣片 黃珍珍台灣片 台灣片 對 女主角是大陸人 白白色河 白白河俠 但我覺得他會點錯題 他不是說有一點點錯誤 如果我看完之後 我會覺得 如果你是 說回那五年有個twist 就是為什麼會離婚 或者是怎樣 是不是有些誤會在裡面 我覺得會正很多的 但是他就用了一套 一般的催淚電影工程式去做 方寫你不哭 我覺得他很刻意地拍到韓國劇 所有悲劇的元素都加進去 對 仍然有部分黃珍珍的拿手好戲 有些時代氣息 有些對白 有些情節都有 但是 演員都OK 都好的 但是真的離題 我覺得 但是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沒有我想像中那麼悶的 作為一套台灣電影 一套台灣的文藝片 其實節奏算明快 我覺得 他 我又覺得 這方面 他又不是拍得台灣化 因為香港導演 始終是香港導演 也有個火花 或者那兩個男女主角 真的太熟悉了 張孝全和白鶴 一個就是台灣的 一個就是大陸的 總是覺得他們兩個 好像格格不入 但兩個都燙手可熱 這個組合 因為中港台三地合作 現在的戲都是這樣 因為要殺三變的表房 問題就是 我自己覺得三變都不好 不像一套台灣電影 如果你很怕看台灣的文藝片 好像我這樣 這套都不難消化 你說起點錯題 令我想起 有一次找Stanley上來講 那一套 那套是否叫搜索 也是點錯題 因為根本跟搜索都不是太大關係 有少少 辣到 但是跟著 主要focus又不是搜索 收不收得 這套東西 被偷走的藍連 有沒有資料 不知道 真的 沒有聽到它說是收得 但如果它會進入大陸市場 我想 怎樣不收得都不會虧的 可能就未必有很大的風收 但一定不會虧的 大陸市場 說真的 另一套 都想提一提的 就是一套日本片 不知道 司閣有沒有看過 《惡之教典》 《教典》 《義騰應明》 即是海源的男主角 其實這個故事是長的 所以它現在 出了的只是聚張 我看的只是聚張 當年電影上的時候 其實它吃著告白的細 就嘗試跟告白比較 當然是沒有得比的 電影的深度 各方面都沒有得比 純粹是一套 心理經歷的電影 即是它說 男主角 在紐約 華爾街 回到日本教書 但就說這個男人 表面上好像很完美 但其實裡面 就很喜歡 他身邊的人 甚至去到極端 可能會殺人的 即是一個比較 即是 原而經歷 心理上的電影 有好有不好的 拍得 即是沒有我想像中 那麼暴力 因為都是三 三次崇屎 三次崇屎的作品 這次不是在畫面上 去嚇你 即是不是去刺激你 即是心理上 而是心理上 但是 不可以說他做得很好 我覺得 但是 有特色 即是只可以這樣說 聽起來 其實跟告白 沒有告白的層次那麼深 因為 沒有的 他心理之外 還有一些 復仇意味 各樣東西 很複雜 但是 香港人宣傳 當然是找一套比較近榜的 來得比 即是希望 那些人看完告白 就去看 但是 深度來說 完全是兩回事 如果你純粹想追求一套 看心理懸疑 經歷的電影 我覺得是合格的 但是 未完 因為他 未完 即是未完 我猜他就是聚章 他一直會拍下去 我不知道他拍幾集 而已 那就是看看 男主角如何現形 因為第一集 即是剛才這個聚章 或者這個聚章 他沒有現形 只是 其實有很大的空間 你會覺得 這個男主角是有問題 嗯 但是 你不會說 100%覺得 他是一個壞人 但是有很多訊息 告訴他 這個人是做了一些壞事 這樣 其實故事一直說 他在華爾街的日視 又說他和學校的老師的關係 和學生的關係 那 是近期 還是是什麼 其實都 不知道 應該沒有一年的 但都是去年 即是新作 還在拍攝 即是未有的 如果是香港的DVD 這台是最新的 嗯 有興趣 這類題材 都可以看看 嗯 好 那我又說說 其實我真的很快 雖然好像看了三部電影 對我來說 好多 但其實三部電影 值得說的價值很低 我繼續上個星期 不用腦的延續 就看一些功夫類別的片種 OK 之前我看了少林子 那些 然後呢 我今個星期見到一套 你不是看大武當嗎 不是不是不是 不要嚇我了 我想比那一套更差 大武當不好看 大武當 大武當 大武生 我以為大武生 大武生OK 大武當就不行了 我看了兩套的功夫片 都是2011年拍的 一套叫做少詠春 有沒有看過呢 你可能真的未必看過 恩子丹那套 不是的 少詠春 不是詠春 不是詠春 不是的 少詠春是少太極 少詠春是誰 少詠春是田亮做主角的 噢 聽了你才不想看 加元華和元秋 田亮是跳水的 對 田亮是跳水的 但有肌肉 但是問題 一肌肉就可以發功夫片 真的完全中伏 因為其實呢 我對於功夫題材 都有點興趣 你看完之後 有沒有笑詠春 我沒有笑詠春 我是笑這套笑詠春 我以為你有沒有笑詠春 詠春是不用笑 詠春是好東西來的 OK 其實這套戲 很明顯是趁著詠春的熱潮 這樣拍的 但是這套很抵死在 我看到他的碟 後面還有製作特輯 哇 這麼認真 製作特輯 我沒有看完 他都說了趁著詠春熱潮 但他說看了葉問 那些 動作已經很華麗很漂亮 那些詠春 他們不需要再跟別人競逐去拍了 所以他就拍得鞋翠詠春 他簡直不是鞋翠詠春 這套是笑片 其實跟詠春的關係不大 只不過是填量學的就是詠春 但這套片裡沒有幾個打的鏡頭 其實如果你想看一套笑的詠春 你看原表那套敗家仔 是 看功夫的話就是 但這套 不是啊 你笑的都一定比詠詠春好笑 是吧 就這樣看 我聽說 大家聽到這套戲 看到詠詠春 就不要抱著詠春的心態 我勸大家不要看吧 你聽一下 那個組合田亮 玄華玄秋 加上陳百祥 你已經心裡 陳百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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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聽到都已經心之不妙了 還要我再給大家看 極度不安 何之不妙 搞什麼啊 他完全打燈打到位置錯了 拍出來的畫面 完全好像 別人的HOMEMATE 那些Movie 什麼事啊 不打燈漂亮 他打了燈 他打到人影 出來了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然後當然 裏面所有演員 是不是靠這些做笑位 對呀 所有演員的演技 就沒有 就是笑片 其實玄秋的戲 是一向很差的 陳百祥更差 原諒 你又不會有期望 沒有啊 不可以的 其他那些 主要角色也好 他們簡直是沒有演技 其實你拍一部笑片 演技真的很重要 不要笑 你明不明白 他笑詠春 我看得不懂得笑 我想笑 聽完你的經歷之後 總之我真的中伏 這套是我看 拿來的 不要再說 就是關機了 拿來 最後做一個對比 如果我看那些什麼 我愛香港2013的那些 我會覺得比這套十倍 以上 所以千萬看到笑詠春就避開了 另外一套都是功夫片 都是功夫片中 叫賽里佛 哦 看過了 也有熊金寶 熊金寶 原話熊天照 即是他帶耳仔出來 我知道 但還是不行 這套雖然 不是很好 但 因為剛剛看完笑詠春的關係 我就覺得OK 即是我覺得合格 其實都是不值得看的 嚴格來說就一般 但是 如果不用腦的話 最後他打比賽那些都OK 我覺得整套 全無神采可言 哦 那 說真的 你跟其他的功夫片去比 關功夫片的事 這套 很明顯 我覺得是熊金寶 鋪路給他的耳仔出來 喂 電視電影的格局 哦 那他又比電視電影少少少的 是 因為是熊金寶 是 哈哈哈 大陸熊金寶 都 都不是很幫助 但是做奸角那個 我忘記了他的名字 很壞 但是其實在電視片集 見他很多次 這次我覺得 他的造型真的挺帥的 那個奸角 我唯一值得一讚的 就是他的造型真的帥 不是梁家仁 不是梁家仁 是新派一些的演員 但我不太記得了他的名字 對不起 但是就是 因為平時看他的電視片集 他是做一些普普通通的角色 或是傻子的角色 很少我看到他這麼帥 真的覺得他很帥 而且他做到那種 很兇的氣勢 唯一一套戲 我覺得值得一讚的 那為什麼你選擇了什麼來看呢 我在全副裏面的功夫片 質素比較好一點 我都看了 剩下這些 那又在 無謂眼淵 看了他就算了 OK 我們說下一套 重複吧 另外一套 其實史國之前也看過 講過了 就是 神探加利略的 內海分最終事件 內海分 即是不是 內海去美國之前 對啦 加利略出來 養兩樣的 就完全不關他的事 其實故事 一般 那單案也不是原意很重要 純粹是 我覺得 為了賺錢的 這一套 還有 是 擺柴奇幸出來 打頭陣 這樣去 講開查奇幸 我其實這個禮拜都煲完 阿史葛介紹的那套 安堂機械人 嘩 真的 真的 都要些時間 先煲 煲得完了 人好 對 一煲一會兒再說 其實看來不是那麼差 蛤 不是那麼差 安堂機械人 你跟木村 你用另一個角度來看 但是 木村 我沒有預期這樣 你當他喜劇來看 好笑 一會兒再說 因為我們Part2都會說日劇 好 今個禮拜看了這三套 我覺得 唯獨最好都是 奈芬那個 因為 比方說 無論是製作 神探加利諾的第二集 看了 真夏 真夏方程式 真夏程式 真夏方程式 還沒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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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你說過日劇 日劇 第二集 那些叫第二集 我唯一欣賞的 這套奈芬最終調查 就是他的故事連接著 他的片名字真的叫做 內海芬最終調查 對 神探加利略XXG 內海芬最終調查 嘩 但是有出到的 神探加利略 有出了兩個鏡子 出了兩個鏡子 但完全跟他沒有幫忙 但這一套 比之前神探加利略 那套電影版 即是第一集 電影版的第一集 即是這一套外轉形式 我就覺得很大 因為起碼他真的像《茶案》 第一集完全跟《茶案》沒有關 即是第一集電影版 兇手一開始已經出來了 反而是講 加利略 因為好像是加利略的朋友 還是不知怎樣 是一個同學 對 其實是講 數學天才 講心理上的爭鬥 不是啊 東野歸吾的小說是這樣的 他不是主要寫案件 他主要是描寫罪犯的心理 他第二集也不是的 他第二集也不是講案件 其實 是講往事 所以他的特色 就是在這裏 而且人們喜歡看 就是看的 因為你講案件 即是講得太多了 講了幾十年 推理小說 什麼奇怪的 密室殺人 都被人講完 日本拍茶案更厲害 比港劇更厲害 多很多 很多 但仍然是有料套 日本的精彩很多 香港的級數差很遠 始終來說 我們很難代入 因為我看很多推理劇 那些人犯案的目的 都是為了保護 保護心愛的人 這件事 我們 中國人 香港人 就很難去理解 香港人 就只有爭產才會殺人 可能內海芬 最終調查這個 就好一點 因為 結果說過的犯案 兩個不同的犯案 都是為了自己 他這些比較簡單 和正路一點 因為不是東野龜吾 寫的 不過說真的 我覺得事件的確是簡單 我覺得事件 但無論如何 因為主要是售柴琪 對 就是用柴琪琪打牌頭去賣賣 我可否認他 真的很吸引 福山雅治真的出來拍串兩個鏡頭 OK 屎葛 很多資料 我還未講戲 先講那段消息 我想 相信大家都知道 前幾天 公佈了柴琪影展的結果 中國一部電影叫做白日炎火 拿了金鴻獎 總之最高的獎 就叫做白日炎火 我沒有寫下導演的名字 是那個女導演 還有男主角廖帆 也拿了最佳男主角 哇廖帆 他是柴琪影展 有史以來 第一個華人 拿影帝 值得慶幸 炎火的女主角 大家都熟悉 就是桂倫美 哦 我們看那個吹拿 真的很吸引 那裏 看那個吹拿 都是偵探片 罪惡片 但是 拍得很有電影感 講講廖帆 或者 香港觀眾對他 比較陌生 因為他是大陸演員 其實他演戲做了十幾年 他有很多戲都會有份做 不過他的樣子 大家看到他的樣子 真的 不像男主角 又不英俊 好像整個賊一樣 所以他多數做到都是邪派 邪派的人物 他這次的形象有沒有展示呢 有啊 一定有的 一定有的 一套戲都是這樣的 我對他的戲最深印象 就是 一套 任達華做監製那一套 一半海水一半火焰 那一套 那一套他真是 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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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他做得出邪惡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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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味道 Anyway 他也是一個 很有性格的演員 所以這套戲應該會好好看 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看到 應該香港還未上 如果是這樣 香港還未上 嗯 Anyway 我們期待一下 期待一下 期待一下這套戲 那 我要講的戲 其實 就不是新戲 因為我不知為什麼 近來對新戲沒有什麼興趣 所以找了 找了一套 不是太新 但是不是舊的戲 就是中國合火人 有沒有看過 就是陳柳新那套 陳柳新那套 你之前沒看過嗎 為什麼之前 我遲遲都不看呢 其實他一出的時候 我也想看 但是 後來看 看 那個題材 故事 我都 猶疑 又好像覺得 就是覺得 好 總之 不想看 到了 到了 前幾天 那 才 就是偶然機會 在圖書館借來看 應該不會太失望 就是 兩看 其實 其實 你有沒有看過 我看了 那你覺得怎樣 我在澳門看 你覺得怎樣 我覺得 陳柳新始終都是拍這些比較好 你說 他早期拍的那些 武藥片 那些大製作 他都是要回歸小品的 其實 我不知道 他現在 中國社會的特色 是怎麼樣 但是 的確他寫過三個人的友情 是可圈可點的 我覺得 三個人的角色都OK的 我覺得 因為我看這部電影 我看了 製作就先 看了 他訪問 陳柳新 陳柳新 自己說 他拍這部電影 拍得很開心 開心的意思 因為這部電影 滿足他所有想拍的東西 其實 其實大家看以前 陳柳新的電影 都知道 他是很 很注重 那些 生活小字 或者一些友情 小品 小友情 之類的 這部電影 無可否認 就是 內容很豐富 還有我覺得他的題材 也很好 是很適合現在 中國的實況 但是 正如他自己也是這樣說 因為他沒有在 中國生活過 那段時間 他沒有在中國生活過 因為這部電影 基本上 他是說 70 80 80 年代 那幾個年青人 從大學時代開始 他沒有在那個生活過 所以他只是憑 一些資料 或者憑一個想像 來拍出來 所以 我自己 就覺得 他 一 就是 不是那麼真實 不是那麼真實 因為 始終沒有他的生活體驗 二 就是 他所說的 只是 我們想大陸人的事情 就不是真正大陸人的事情 所以 剛才說到這段時間 我沒有評論 對 如果相比之下 我覺得 趙薇的至青春 也是講那個時代的年青人 但是我覺得 趙薇的至青春 就是真實 真實 真實得多 OK 另外 但是 我覺得這部電影最大的弱點 就是太多龐白 因為他要說的話太多 他要說的話太多 一來他又要描寫那三個人 因為三個人都有不同的目標 不同的性格 不同的生活方式 他又要描寫那三個人 要描寫一個人 已經要花很多蝙蝠 如果要描寫三個人 更加要多蝙蝠 他沒有那麼多蝙蝠 唯有用龐白 用龐白來交代 這樣呢 如此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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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三個人 那三個主角 根本做戲的機會就很少 他只是出來走 然後我爸爸在說 我又想發達 我又交代所有的事情 會不會令到你的代入感都少了 你簡直好像聽故事一樣 但是你不知道他那三個人 究竟發生什麼事 或者他的經過是怎樣 始終是差一點的 譬如你說張遠廷拍《玻璃之城》 他自己是港大出身 他拍回那個年代就是真實 但是陳可新 他不是在北京讀大學 他只是港三個大學生 那其實你說我們香港觀眾 我們都不知道 大家都是只有一個故事 其實 那個實際的情況 或者不知道 但是有些事情 我們一定知道 譬如那些報警 服裝 那些 一定知道 一定沒有那麼華麗 一定沒有那麼華麗 還有他們 嘩 你都不知道 他們講英文 多過講中文 這件事 太不真實了 雖然 不是 雖然他們說 他們三個人是 夾粉 夾粉開一間 補習中心 補習中心 或者他們幾個都是留學生 但是我真的 不會相信他們 他們說那麼多英文 OK 但是他們 要做衣行 就說那麼多英文 總之 給我的印象 就是 有些事情 就太刻意了 而且 沒有了那個真實感 三位都是現在大陸 燙手可熱的小生 黃曉明 佟大圍 還有鄧超 我覺得 其實 他們三個人的氣氛 分量分配得都不錯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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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大圍 做的角色 我沒有想過 童大圍會做到 這樣的角色 長流 像陳可新 一個釣魚郎當 喜歡自由自在的生活 又夾在兩個 朋友中間 黃曉明和鄧超 其實都是很激烈的 黃曉明和鄧超 最初是鄧超 高人一等 後來 黃曉明 漸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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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漸 黃曉明和鄧超 只是鄧超去過美國 黃曉明和鄧超 想像中 黃曉明和鄧超 想像中的美國 黃曉明和鄧超 其實都是挺討好大陸人的 因為他們說到他們三個大陸人去挑戰美國的權威 黃曉明和鄧超 所以我又覺得陳可新太刻意去大陸化 強調中國人的相貌 所以做到這部戲 完全不是陳可新的作品 那種感覺 都像陳可新的 但他只不過設定放在大陸 用回大陸的青年去做 所以得出來的結果 在大陸就很受得 香港就不受得 香港不受得嗎 當然不受得 哪個有香港人對那些東西有興趣 或者是澳門受得一點 我不會看的 Anyway 好 今個星期我們討論了自己看完的電影之後 肥龍就數一數北美十大的票房走勢 Part2回來我們說日劇了 本周北美票房十大 今個星期北美十大的電影票房走勢 肥龍馬上跟大家揭曉 上星期介紹了四套新片 今個星期入了十大 走勢是怎樣呢 排在第十位找來上話三個星期的 That Acquired Moment 上星期排在第六位 今個星期下跌四級收到348萬票房 總成績是2154萬 排在第九位找來上話八個星期的 真人真事改編電影 Lone Survivor 絕地孤君 上星期排第五 今個星期同樣下跌四級收到409萬票房 總成績是1億1841萬 都收得不錯的電影 第八位找來上話十三個星期 非常有韌力的一套動畫電影 就是Frozen 上星期排在第四 今個星期下跌四級 收到623萬 總成績是3億7642萬 大收王牆 第七位終於找來一套新上話的電影 就是一套奇情的愛情電影 Winter's Tale 一上話收到730萬票房 排在第六位找來上話五個星期 輕鬆搞笑黑人電影 Ride Along 也是一套動作電影 上星期排在貴君第三位位置 今個星期下跌三級 收到871萬 總成績是1億1608萬 排在第五位找來另一套新上話的電影 同樣是一套愛情電影 Endless Love 一上話收到1331萬票房 排在耿頸四 第四位電影 找來上話兩個星期 專門拯救藝術品的一班軍人 The Monuments Men 上星期 亞軍電影 今個星期下跌兩級 收到1548萬 總成績暫時是4414萬 進入三甲位置 有兩套新電影 可以坐在哪兩個位置呢? 桂軍電影 就是找來新上話的urobocop 今個星期一上話 收到2168萬 加上之前手影等等的收入 總成績暫時有 2663萬 今個星期亞軍電影 就是另一套新上話的電影 黑人愛情電影 About Last Night 一上畫收到 2,565 萬票房 今星期冠軍的電影 仍然是他 上畫兩個星期的動畫大作 很多 LEGO 的粉絲必定會去捧場 就是 The LEGO Movie 上星期他是冠軍 今星期繼續蟬聯 收到 4,985 萬票房 總成績已經過億 有 1.315 萬票房 跟大家倒數過今星期北美十大票房之後 Part 2 回來繼續聽聽 我們講很多日劇 你現在聽的是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我怎樣才知道我可以拿到多少按揭 為何申請按揭要找專業房屋按揭貴運 跟銀行有甚麼分別 申請房屋按揭需要符合甚麼條件 我第一次買屋 是不是有很多特別優惠 這麼多樓房買賣的問題 就要聽實 1clickradio 每星期二播出的 《樓房按揭101》 我何杰文 和嘉賓主持Alan宋一良 會為大家解答不同的樓房按揭問題 千萬不要錯過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看我七旋斬 再看我劉勢劍 《華山論劍》 每個星期一班時事評論主持 我是陳華豪 我是趙錦榮 我是周成康 每個星期五都會在1clickradio節目 《華山論劍》碰面 他們個個純槍涉驗論盡天下正事 各位華山論劍到時見啦 www.1clicksoeasy.com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1clickradio 天地有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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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星期四 肥龍 Truman 和你講新戲 數舊片 看電影之前 就一定要聽到 天地有正氣 電影大白貨 電影大白貨 好 回來我們第二部份電影大白貨 今天我們選擇一個題目 都不知道要講多久 如果真的要講一些 由古數到今的 尤其是要數經典的話 真的可以講很多集 因為我們幾個年紀都不小了 所以我們看日劇的歷史的時間都應該很長 所以由小朋友開始看的話 嘩 我們要縮詐一點 我們不要講特殊片了 因為一講小路寶 門面超人的 真的不能停 全年都講這個都可以 只能開多個series 因為日本劇集的類別是很多 但其實也有很多 說真的 52個星期 每個星期都講一套 你都講不完 值得講的也很多 主要是以前電視台 他很少自己拍的節目 你說什麼是電視台 就是以前 無線電視 那時候很多配音片集 都是日劇 大部分都是配音集 都是週末的 無線電視台 以前的也有 多數週末 都是週末的 一個星期一集至兩集 對 也有些美劇 有 即是《無叠鐵金剛》 美劇反而就不太多 不多 豪門恩怨那些不算 豪門恩怨多 但那些比較長 我想如果要 overall講日劇 就要 我們從最近 劏手可熱的一套 我們只可以講 其實上個星期都預告了 我們今天 我們臨尾預告了少少 不過我們沒有說到是哪一套 就是給了一些牽示 就是說 2013裡面 最火紅 也都最收得的一套日劇 也都在日劇史上第二收得的 這套我猜不到 但是 第一 在日劇史上最收得的那一套 就是《阿信的故事》 這套經典中的經典 如果你以前在香港 不用上學 看那些婦女節目中間 是在那段時間播放的 還有雍善玉唱的主題曲 又唱到《佳子漢文》 是 所以 想不到來到去年 終於被一套 叫做《半澤直樹》 衝擊到他的收視 但是還是沒有過頭的 只是在日劇史上的第二收視 現在很難過頭 現在競爭多了 現在競爭多了 所以就是厲害了 在這麼大的競爭下 這套《半澤直樹》 都可以挑戰《阿信的故事》 真的不是說得少 為什麼日本人 這麼喜歡看這套《半澤直樹》呢?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其實不止日本 它去到香港 都造成了很大的旋風 是不是呢? 是啊 很多人都故意在那一陣子 Facebook 被人洗版 那些人對辦公室的政治角力 是特別有興趣 可能會觸動很多人 的確 因為打工仔是佔很大份量的 打工仔挑戰老闆 這個主題 是很吸引一些普羅觀眾 是不是呢? 我想都幾 因為在現實生活裡面 這些事沒有什麼機會會發生 其實在日劇裡面 很多都是由漫畫改編的電視片集 《半澤直樹》都一樣 所以當初我看的時候 我覺得 真的比其他 其實我想說 日本人的演戲方式 其實已經是比較誇張 這套《半澤直樹》 它的演繹是更誇張的 尤其是男主角 那我就被不下於一個朋友跟我說 你就預算他是誇張 但是 他說劇情好 但是我看的時候 我也不覺得劇情差 但是真的 難看 因為我很不習慣男主角 那些表情 一時又很傻奸奸 一時又很邪惡 我想他是想做回 應該本身是漫畫 應該是 那如果是的話 可能他是想做回 那些 漫畫裏面比較誇張的表情 是不是呢 我想很多漫畫 引人入聖的地方 就是 那些主角 那些表情 是比較誇張的 但是很多時候 他擺出那個樣子 我的定義是一個奸樣 但是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想 營造他的性格的奸 還是他很精明 那些樣子 總是覺得 我覺得過了 我又不覺得那個是精明 那樣子 就是奸就差奸 那個樣子 那些 那些 盜起眼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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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茶水 吧 我要聽到茶水 有一個茶水 八� 那些是 那些 那些 我自己覺得 他的故事是很簡單 其實他是為父報仇 只不過是把武俠片的背景搬到銀行 其實我自己不是很喜歡看這部電影 因為他太多對白 你要很留心地看 很花精神 而且他的場面變化也少 他也是在銀行裏面 而且他講的東西是很專業的 專業到有時候都不知道他講什麼 你不是那個行 整個故事分開兩部份 第一部份就是他在分行去鬥誇他的上司 你以為那裡已經是個高潮 原來不是 那裡的確是個高潮 他去總行 再鬥大老闆 再鬥那個就是他的殺父仇人 不是殺父仇人 就是間接累死他父親的分行事務長 那就是另一部份 我覺得他其實是主要分兩部份的頭五集和後五集 我先講講我認為為何會這麼收得 因為我看完自己也有一個感覺 就是當半澤直雪 achieve 到他想做的事情的時候 是有一種說不出的爽的感覺 但我想講其實很多時候 日劇都有這種爽的感覺 但他是發生在辦公室 更加令人有一種爽的感覺 因為我想大部份的人都在辦公室做過事 而很多時候他們都會被大老闆欺負到沒有聲音 但半澤直雪可以越級去挑戰他的上司 當他 achieve 到的時候 那種無名的爽的感覺 是說不出的 雖然你說日劇很多都有一種爽的 但這種可能也反映到他們在辦公室做事的內心的鬱結 其實我告訴你這個是假的 是童話來的 當然啦 這個在日本社會是沒有可能發生的 你正正說的重點就是 因為現實生活沒有可能發生 而在劇裡面他們看完之後 拿到那種爽的感覺 而且你又真的想到 其實他每一次都把你放進谷底 所以我說他是武俠小樹來的 即是你每一次都是跌到 你會想 為父報仇 因為你一想就 沒可能做得到的 單人匹馬怎樣去賺5億回來 那些事情 你會覺得沒可能 achieve到的 你又不是偵探 你怎麼可能會調查到那個人在哪裡 去找到他 你用什麼方法 你又不可以拿刀恐嚇他 怎麼可以吐出來 即是令到你會有一種莫名的爽的感覺 我想是打工仔會很享受 我同意你說的 但我想說其實很多日劇 很多情節你都會覺得是 你都會覺得是怎麼說 是怎麼會這樣發生的 但你要看一看你就會投入 日劇是有這樣的優勝的地方 首先 其實這一套 你不要理他的合理性 很簡單 你說查稅的調查官 他要令他手下做事做得不好 他一手抓下去 猴子偷逃那一刻 你都知道是不可能的 這就是卡通貨 對 所以就是說 半澤直樹就是做到現實裏做不到的事情 而令到人是 那種莫名的開心爽的感覺 以及替他高興的那種感覺 即是你看半澤直樹 你就不要看演技 你不要看邏輯 你純粹就是看劇情 是啊 我是飛開那些了 因為看之前 其實都已經知道 很多人說了他們那個演技很誇 那些樣子也不知道他們想怎樣 所以我已經有了心理準備去看 那種很誇的演技令 我一天看不到兩集 其實如果我看日劇 我一天是可以看好幾集 但因為他演技實在太誇 我一天是看不到兩集 所以我看的時間是比較長 我差不多一天補十集 OK 有很多日劇我都可以一天補完 但是半澤直樹我真是看不到 可能因為你之前沒有那個心理準備 我有啊 都不行嗎 我有啊 但都不行 但是呢 因為我真是很distract by 男主角的表情 我會覺得半澤直樹 我會覺得半澤直樹 頭五集 我是很享受的 即是我覺得他在達到一些 Mission Impossible 但去到後面的五集 我覺得太誇張了 即是有些過了界 不是不是也是這樣比上司 是啊 但他那個不可能程度 去到有些過了界 還有呢 他那個 最後贏的方法呢 說服力是低於前面分行的總經理 那是的 但是 但是 不誇過頭五集 那又怎麼做 再做下去呢 那就變成重複了 如果你不誇過五集 但是我始終是過不了我自己的一個就是 他的朋友 這樣去出賣了他 令到他沒有了那些殺手間的王牌 但是他依然 keep on going去投訴那個事務長 是的 然後他又可以在 在他老婆說了一句話當中 去發現到另外一個王牌 但其實那個說服力也不是那麼高 OK 所以我覺得 part 2的合理性又低了 不要說合理性 應該是說說說服力又低了一點 無論如何 這次都會拍續集的 因為 他在那裡 最後又被人抖了 抖了 又是從頭來過 但是他又直接從銀行 所以我就想他拍第二集的時候 他要怎樣呢 他不是勾鑊銀行 他掉了去另一間房 他直接去了一間證券行 是的 那那裡再鬥上來 都是集團 都是集團 其實做行長 那位演員也是一個很出名的日本演員 其實第一集他的氣氛真的很少 我反而覺得 是這樣的 但是他一放在這裏 真的有那個說服力 那些樣子 但是 我想第二集 可能會說多些他 還有事務長也不死了 第二集又繼續鬥了 第二集又 那說真的 如果他事務長 他這麼快就走了的話 第二集的說服力又更低了 因為 你連那個動機都已經沒有了 因為第一集 這一個就是說他 要為爸爸去報仇 報復仇 所以才有這麼大的動力 他要調去那個總行跟他鬥 而我看一看 我也覺得 第二集應該都在籌備 一定拍的 尤其是這麼修得 對 那關於這套半集直樹 大家還有什麼想補充 我會欣賞他拍到一些 好像在絕景當中又再次逢生的感覺 而且不斷發生 其實是差不多接近每一集 都有這些情況出現 所以的確是挺人人入勝 那我覺得 那個劇本是很適合的 尤其是那些對白的 還有我欣賞的就是 他真的純粹說office politics 就是在公司裡面鬥 他就不像那些三色台的劇 就侵入了很多感情瓜哥 我欣賞日劇這一方面 他不會太多橫枝橫折 那些是為了拉時間 這個老婆又不知跟誰搭上 那個又不知跟誰搭上 是拉長的 蝙蝠而已 我幾欣賞 還有呢 我一開始有少少三色台的包袱 所以我經常有感覺 就是他去到這麼絕景 會不會死人 會不會被人殺 因為三色台很流行 總會有人死 三色台還有愛情線 對 所以看日劇會好 多數都是在10集以內 所以他比較精煉 所以他的緊湊性是做得很好 我覺得一定比韓劇和港劇更好 雖然人們經常說韓劇進步了很多 但是 Anyway 我不敢說這一套是2013最精彩的一部日劇 但是他的確是一部好的日劇 就是緊湊緊張 我覺得這套是值得推介給大家看 沒錯 其實這兩年日本最買座 最收市最高的兩套 其實都不是十分 都不是我的首選 去年就是半大直雪 再前年就是嘉靖庫三田 其實這兩套都不是 他說到全年是收市最高的 都不是我最喜歡的那杯茶 我不會說不好看 但是 收市是那些太太太 欺責大多數 是不是呢? 日劇都是靠太太太 維持的收市 一定是 是不是? 我不知道 唯有那些太太太 整個鐘頭都在看 喔 OK 那日劇又可能會多了些 南嶺白嶺會追的這套 沒有 沒有 你這麼肯定? 你好像在日本住一樣 你張心比己都知道 年輕人哪會有這麼好耐性看 最多是在手機裝一下 那你又不要太低估 有些年輕人會看 Anyways 我們既然不是生活在那裡 就無謂爭辯了 沒有意思 那 半澤直雪 值得推介 但是我們今天 除了說半澤直雪之外 也會推介自己 這麼多年來看過 都一些比較喜歡的日劇 你跟我說吧 我啊? 我啊? 其實我看日劇 我斷了一大節 因為我香港小時候 看配音的日劇 OK 後來 過到這邊 有一段時間沒有看 直至去到 星之金幣 星之金幣 星之金幣這一套日劇 那時候開始 流行那些很慘的劇 這一套是我看了 我幾重的 催淚劇 催淚劇 你覺得星之金幣催淚嗎? 我覺得 美麗人生 和神啊 給我多一點時間 這兩套比較厲害 好像是星之金幣先的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沒有看過星之金幣 但是 美麗人生 應該就是星之金幣 星之金幣 我好像沒有聽過 男主角 我真的 不太記得了 女主角 就是酒井法子 就是我當年其中一個 至愛的女神之一 OK 如果你喜歡看一些 比較善情催淚的 剛才有肥龍推介的 星之金幣 也有我強烈推介的 神啊給我多一點時間 和美麗人生 其實星之金幣催淚之外 還有一種很重的無奈感 你要有心理準備 要不然會越看越抑鬱 屎角有沒有哪一套特別催淚 有沒有哪一套令到你流淚 一公升眼淚 一公升眼淚 我沒看過 我看了電影版 我沒看完那麼多 我看了中間的一兩集 因為 看一個名字已經知道很催淚了 當年也有很多人 誇張到 拿來講笑 就是說 我看完瘦了十磅 為什麼 因為我狂哭 OK 是啊 講得這麼誇張 我想催淚一定不夠韓劇 是的 韓劇 從頭哭到尾 但是韓劇 你覺得它很刻意 和有些堆砌 你說韓劇 我最近在Facebook看到 有人刻意叫黃子華 和督少說韓劇 我知道 我聽過 他說 那部電影如果只是說 爸爸死了 是一部喜劇 他是 那些硬碰你 其實是有些看到你 有點懶惰 但其實日劇裡面 除了催淚之外 其實他的溫情 的代表作都不少 譬如 同一屋簽下 東京外的故事 東京外的故事 例子 溫情例子 都很多好看 其實很多款都好看 很多種類都好看 比如 Beachboy都好看 如果你真的 不過真的很早期 我沒有看過 你有沒有看過Beachboy 山坦小子 沒有 那你有看過GTO GTO有 麻辣 麻辣鮮絲 麻辣鮮絲 我忘記了 講過黑社會 走去做老師 反丁龍屎那套 對呀 反丁龍屎那套 看了 對 你覺得那套 OK OK嗎 你覺得 絕對不會是至愛 不是至愛 我覺得收貨 收貨 但是不是至愛 你喜歡看女王的教室嗎 有沒有看過 女王的教室 我沒有看完 黑邊看了一些 我覺得女王的教室 好看 史國有什麼推介 史國實很多 他還寫了很多歷史出來 我看到 歷史無謂說 因為太長了 那 或者 如果 你要我選 有史以來 有史以來最多人 喜歡的日劇 我想一定是前程感受 哦 中村亞進 即是 甚至到現在 大家都 大家都 還在唱這首歌 是嗎 是嗎 真的 都有人唱的 有人唱的 有人唱的 前程感受 真是當年日劇 裏面 都是經典 但是 是不是真的去到歷史上 你這樣推崇到這麼厲害 我覺得是史國的歷史上 是嗎 但是 你說是否代表眾人的歷史 我就覺得 well 至少不是我 前程感受 赤的移惑呢 那些人偶像劇 赤的移惑呢 其實赤的移惑呢 我也覺得是早期的催淚作品之一 這樣擺明吧 赤的衝擊 赤的移惑 是啊 我還記得他在飛機上面那一幕 說他的鋼板出現了問題 有顆螺絲鬆了還是怎樣 然後搞得很大件事 我自己呢 我最喜歡看的日劇 喜歡看的 不是代表他好 或者是代表他任何人 我自己喜歡的 就是叫沉睡的森林 噢 OK 記得 上一集我們也介紹過一部電影 都是叫沉睡的森林 但是兩個不同 這個就是1989年 是不是1989年 是果奇 1998年播映 這部電影 為什麼我覺得好呢 那一就是 他有幾個明星我都是喜歡的 包括牧村國災 中山美衛 中山美瑞 中山美瑞 中川設 和鎮麗孝側 這幾個都是 當紅的 當紅的 演員 偶像 這部電影 是說什麼呢 這部電影 其實 它的內容是很豐富的 它有很多 任何元素 都包括在裡面 基本上 它是一個推理劇 來的 因為我自己 比較喜歡看推理劇 因為我覺得推理劇 就是很能夠描寫人性 但是很不幸就是 罪惡那一面 就是醜惡那一面 就是醜惡那一面 的人性 但是在醜惡那一面 我們可以反過來看到 善良那一面 基本上 它就是一個推理劇 但是 它是用一個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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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詭異的 很詭異的方式 來演繹 所以 裡面 包含了很多元素 有愛情 有精神 心理分析 懸疑 夢幻 什麼都有 那 尤其是 我們 通常 我們看牧村國災 都是看那些愛情劇 都看到它 一念 的碎氣 或者扮得很有型 但是這套 它不是 雖然這套 它也不是 那麼多 內心的表現 但是它 不是 好像其他 那些 愛情劇 只有樣子 它也有 有很多 內心表達 還有 它那個角色 都是 很特別的 那 我 通常 我看 這套劇 我不會一口氣 追下去 但是唯有這一套 一口氣 我就看完 好像 好像 兩天 整整看了兩天 是不是都是小說改編的 呢 是啊 它那個原著作家叫野澤尚 我不清楚這個作家做的什麼作品 但是這個作品 就是 它寫得很 怎麼說 如果你是有興趣看小說的 一定會 讚嘆它寫得很好 它是一層一層的來解開那個謎 而且 它對於那個女主角 主要就是中山美瑞 它 因為 她小時候 目睹過 她家裡的 慘案 所以 她是 暫時失憶 暫時失憶 那 後來 木村國災 她 她 爸爸是心理醫生 將她 失憶 那些東西 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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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回 所以 那個吸引處 在這裏 這套的確是 正的 因為當年我都聽聞過 聽過沒有看過 我沒有看過 我當年聽聞過 我其實是想看的 但是當年我找不到門路去找這套劇 但木村已經是爆紅了 當年 是嗎 而且 中山美瑞也是我其中一位女神之一 是 因為情書 喜歡 不能解釋 你喜歡那個女神就是喜歡的 我記得我第一次 愛上看日劇 小孩子在香港煮的配音 不算 我第一套 愛上看日劇 真是由長假期 坦白說 那一套也是很行的 山口智子的新劇 哪套 還有新劇出嗎 山口智子 她好像 很久來復出 是嗎 我覺得 由長假期 最印刷我 日劇 有那種魔力 令到你去想看第二集 嗯 我以前看港劇 除了 不是套套 也有另一個 很想立刻看第二集 那種感覺 但日劇 我一看完遊牆 假期 我就很想 很期待她快要出第二集 不是第二集 看完一集 我就很期待看第二集 就是想一直煮下去 對 這是我很久沒有在電視劇集中感受到的經歷 所以就是那次開始 我就開始留意日劇 其實同期 就是剛才我提到 沙灘小指 麻辣教師 那些 都有那種感覺 還有你剛才看肥龍 有那種很爽的感覺 很熱血的感覺 其實我要歸咎 其實很多日劇 除了劇情做到之外 它的配樂 都是做得很好 令到你有那種 剛才肥龍說很爽的感覺 就是突然間 令到你的熱血沸騰 那種感覺出來 的確 日劇 是在同期的電視劇裡面 是一種很特別的感覺 然後之後就會發現 香港的電視劇 就會一窩蜂去模仿那些日劇 日劇通常都是帶領去那個潮流 韓劇之後才出現 所以日劇其實是 很多很多精品出現 還有他們的劇情 他們通常都是 十集十一集 講得很精妙 就不會在那裡拖劇情 這件事我就很欣賞日劇 所以我覺得日劇 是很高的欣賞價值 比起其他的電視劇集 就沒有那麼多旁之旁折 不過呢 如果說開 你問我其實喜歡什麼 我剛才都沒有說到 其實我自己也同時有些 就是喜歡一些推理懸疑一些 那你問我呢 我會真的喜歡 《神探家里略》的第一輯 不是第二輯 第二輯我覺得我沒有那麼喜歡 第一輯我覺得 真的做得不錯 但是呢 在我心目中有一套日劇 有一個很特別的地位 但不是我最喜歡的 劇情也記不到太多了 那套是很多年前 我想1970幾年那套 青春火花 打排球 因為它是令到我對排球有一種特別的感覺 綠水鷹癡呢 什麼 綠水鷹癡呢 沒有啊 沒有看啊 沒有看那些飛魚轉身 即是呢 一撐就飛了大半個泳池 沒有看 因為青春火花 那時候他做了什麼鬼影變幻球 那些呢 對我來說 當年是一種衝擊來的 因為我又不是很喜歡排球這種運動 其實當年日本那些 講運動的日劇 都有三套 在香港配音片集裡面 都很潔疾人口的 第一套就是 你剛才說到青春火花 綠水鷹癡 花刀呢 簡直是你遊圓一個堂 一呀 飛回去 半個泳池才下水 我沒有看過這套 另外還有一套是 網球相逢 啊 網球相逢 不是紅粉建議嗎 叫紅粉建議嗎 不是網球相逢嗎 不是紅粉建議是打寶寧的 紅粉建議我沒有看過 反而我看網球相逢 就是兩姐妹打網球那些 紅粉建議 如果你喜歡打寶寧 你就知道這裡 為什麼我會對青春火花特別有感覺呢 因為其實那一期 也有一套動畫 我記得是亞視播 也是講打排球的 但名字我都不記得了 我記得裡面有很多絕招 所以就令到我 對那一套劇產生了一些興趣 有一個 我要講一講 青春火花的女主角 我們都認識的 我完全沒有印象 蘇柔美 你認識那個 和當年那個是兩回事 你認識那個 沒有打網 沒有打排球 我只是說 青春火花的影響力 到現在已經存在 對嗎 包括我們的朋友蘇柔美 他現在是改了這個名字 對 不知為什麼 這套真是很深印象 你又不記得劇情 我只記得一些片段 尤其是他的絕招 或者被人打到 不過日劇就是一種公式 這些熱血劇 被人打到一波一波 他才想辦法逆轉 以日劇的熱血元素 他拍的那些運動題材 是真的很刺激的 例如你挑了大手茶線 這些熱的日劇 早期的青年幹探 那些 你有沒有看過青年幹探 那些 阿媽我得了啦 看過的 但印象不深 看過的 我也印象不深 但我很記得那片頭 一進來就說阿媽我得了啦 又是說一個很熱血的 初春茅廬的幹探 我只記得他經常被上司丙 還有一套不能不提的 就是猛龍特警隊 這套也有點印象 這套真是一班 在機場跑道走 好帥啊 你個個都獨當一面 所以 所以像中基督伯都會龍那麼威 向他致敬 那首歌就是猛龍特警隊 你說最近看那套爛片猛龍 都是猛龍特警隊 那時候每個都獨當一面 又有自己的粉絲 雜雜不同一個特警去揹飛的 其實我覺得最有代表性的 人劇是最受歡迎的 最有代表性的不同 最有代表性的應該是猶毒龍虎榜 我也想說 因為猶毒龍虎榜 因為猶毒龍虎榜 最能夠表現日本那種 武士徒精神 尤其是猶毒龍虎榜 甚至乎 連影壇天王 黑澤民都拍 都是拍之丹四郎 都是拍猶毒龍虎 這個題材 還有猶毒龍虎榜 裡面 人物也好 故事也好 都是非常之日本 猶毒龍虎榜是幾年 在香港上的 考戲 七幾 是七零年代 是七幾 其實說了這麼多懷舊日劇 有沒有機會看得回 有沒有什麼渠道 市角你有多少套 沒有 沒有 有些有片段 譬如《前情感受》 無線 三十週年播過一輯 是嗎 《游動虎榜》也有 是結局的 他只是播結局的一集 即是沒有整套 我很希望他們可以復刻 雖然你現在看 你當作粵語片 像長片一樣看 但是 另外一套我想說的 都算 比我來講 是一個比較震撼的 就是《塞樂園》 這套其實 我沒想過日本的電視片集 那個尺度 《塞樂園》本身是一套戲 他拍了一套電視 他拍了十幾十集 他最後才拍電視 而且他的尺度真的很低 他那個作 他那個作 叫《渡邊純一》 我沒想過電視片集 會有這樣的色情鏡頭 《塞樂園》就是黑木桐的成名座 但他不是安排了黃金時間播 可能是 可能不是黃金時間播 但我看《開日》 他突然看了一套 我都知道他是說不倫之戀的 但是 這樣也可以 但他真的說得很盡 真的 他說《塞樂園》 他說那對男女的關係 不倫得來 我覺得他真的很盡 描寫得很深入 你看著他沉淪 還有看著他不能自拔的感覺 其實他寫得很到的 所以 如果你喜歡看這類的 可以找回《塞樂園》來看 不過說真的 日劇除了七幾年之後 中間有一段時間 我覺得是一些 港劇抬頭的 港劇有抬頭嗎 有 中間有一段時間 是拍得挺好的 哪些 沒有中人 沒有中人 那期那些是挺好的 周潤發 劉德華 開始擔起那些 中間有一堆是OK的 還有 改編 都不同課式 那些焦點放在電視劇 比較多 去到 好像1990年那一段 才再推起日劇的熱潮 那是 在右翔隔期再推高 港人看日劇的熱潮 我不是說日本沒有拍劇 但是 香港興起的 似乎是 去到八十年代 就好像沒有那麼盛行 去到差不多九十年代 才又再次很流行 然後就一堆推出來了 我們說回日劇 有什麼大家想補充 其實經典 真的太多了 真的很多很好看 有一套 每一套大明星 去擔綱演出 那些故事 不是全部鬼故 是一些奇幻的故事 當然 雪教味都很濃 但是它的故事性 故事上的創意 也是很好 是很天馬行空 比起《幻海奇情》 更天馬行空 《幻海奇情》 純粹是靠 神神鬼鬼的東西 來吸引人 但是 《世界奇緬物語》 除了 有些靈異的故事 之外 還有很多奇幻的故事 如果大家有機會找回來看 其實都值得去看 無論是YouTube去找 或者去找碟 都可以找到 每個故事都是 十多分鐘而已 我覺得值得去看 《世界奇妙物語》 其實我記得我以前有 很多日劇的主題曲 收錄在裡面 有兩三個精選碟 其實很多那一期的日劇 都很棒 一直到現在 很多日劇都很棒 經典的太多了 說真的 要數的 你多數三十分鐘 我們都可以數到 期望日劇繼續再創經典 對 接下來 其實《世界奇緬物語》 都會繼續看很多日劇 大家都不受 沒有來源知道的 留意我們節目 看看《世界奇緬物語》 有什麼推介 我在看一套 都很好看 叫什麼 嗯 讀不到她的名字 讀不到她的名字 下次講 下次講 好啊 講個小女孩 小女孩很喜歡吃東西 很可愛 很喜歡吃東西 日劇另外一個好東西 就是她很多天馬行空的東西 可能有漫畫 做得很好 有很多漫畫都改編 每天都成功 漫畫或者小說改編都很成功 都成功 像《障太的壽司》 對呀 我要講 真的要講講 我有一套 我覺得很好看的 賞心願目 哪一套 叫歌姬 歌姬 她是穿越劇 她是回到以前的社會 回到電影院 是不是有些搞笑的元素 是啊 我看過封面 有些搞笑的元素 日本人拍的穿越劇 做得很好 尤其是道具 服裝 真的很有 仁衣就是其中一套代表 仁衣就是 看過了嗎 仁衣 我想你很多都沒看過 不要看那麼多爛戲 多看一些日劇 不要看蔡里佛 不如看兩集日劇 我也知道 不過最後補一句 我們今天所說的一些 經典或者新的日劇 是不包含一些特攝片集 即是你會說 為何沒有《電人17號》 《大電人18號》 《無面超雲》 那些都是日本劇 那些留在第二集 我們將來有機會再講日本的特攝片 我們不是說特攝片 今天是不包含的 好 那奧斯卡快到了 下個星期聽說 有個《九為了》的自動請英華會上來 是不是真的 我不知道 我們看看下個星期 《九為了》的嘉賓 是否真的會上來 和我們一起開咪 如果大家還未看的話 現在戲院還有很多 奧斯卡的候選電影上去 有些在繼續上去 對呀 所以如果想參與我們 就討論或者跟得貼一點 我們的評論 可以看看 例如《天蘇湯》 或者《Silver City》 也有的 《 Fifth Avenue》 《 Fifth Avenue》也有的 通常都還在上去 那些是有份提名候選奧斯卡的電影 對呀 如果不是的話 你還未看不到那麼多的話 你的英文也可以 去聽聽Sam哥的影評 他有些看了很多 已經做了影評 那些已經是自己看完才去評 不就是說 聽聽Sam哥怎樣評 然後可以自己再選擇 如果你時間不太多 因為在Youtube找Sam哥很容易 好 OK 我們下個星期就再談奧斯卡的事情了 拜拜 歡迎閣下來臨10號茶餐廳 你好 請問想點什麼菜呢 我們今天的special是 欣勤的適應服務 在這裡找不到 嘩 這套裝修好漂亮 座位又坐得舒服 一流的餐房環境 在這裡都找不到 嘩 焗豬扒飯 肉醬意粉 風沙雞翼 正 色香味俱全的美食 在這裡更加找不到 嘩 什麼都沒有 這間什麼茶餐廳來的 是10號茶餐廳 小姐 那這裡究竟有些什麼 問得好 這裡有兩位大廚 就是我肥龍 和我阿神 每個星期我們都會緊貼天下大局 搜羅世界各地的催民日時 還有最新潮流催勢 科技新知 和很多生活實用貼士 總之信息一羅羅 保證你滿了而歸 這麼正的茶餐廳 在哪裡 只要每個星期三 上網到 www.一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就可以收聽到 一clickradio 新在家國 深系香港 www.一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 好簡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